这是一张只有324像素的照片 对 没错 它真是一张照片 各位刹友可以猜猜这张照片是用什么拍的 OK 答案揭晓 这是用我手里的鼠标拍摄的 那这个9块9包有的鼠标 为啥还往里面塞了个相机呢 大家好 我是刹平君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鼠标 是如何精准定位直哪打哪的 1968年12月在旧金山的一个会议室里 1000多名世界顶级计算机科学家 集体观摩着这样一个革命性景象 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博士 正用一个木头盒子左右移动控制电脑 而这个木头盒子正是日后改变人机交互方式的鼠标 乍一看这初代鼠标和现在的鼠标对比 可能会显得有些笨重 但在那个需要一个数学学位 才能顺利操作电脑的当时 绝对算得上突破型成果 一开始道格拉斯博士给这个木头盒子起的名字是 XY位置指示器 从这个名字中我们能对初代鼠标的原理略亏一二 简单来讲 它是通过上下左右移动来改变光标的XY坐标 从而进行电脑界面交互 而电脑光标的移动 是依靠变阻器电阻变化带来的位移信号变化 初代鼠标的底部有两个互相垂直的轮子 水平方向的X轮和竖直方向的Y轮 分别连接了X变阻器和Y变阻器 XY的组值就相当于鼠标XY轮坐标轴的坐标值 当鼠标向某一个方向移动时 XY轮会带动XY变阻器 对应的电阻会发生变化 这样一来 位移信号就能充分地用电阻信号来表示 不过这样一个颠覆性概念一开始并未引起市场轰动 因为当时操作一下电脑 还得用穿孔卡和复杂楼基代码 没有图形化的操作系统让鼠标几乎毫无用武之地 于是在折服了几年后 新一代鼠标在80年代出厂 彼时 将让电脑逐渐普及 Windows也横空出示 鼠标的使用范围随之扩大 开始走上商业化道路 但要说制定商业化鼠标的行业标准 还得是罗技在1982年设计的光学机械鼠标 P4 P4采用了一个半球形造型设计 前端有三个按键 连接线在左前方 当时售价299美元 这款鼠标的外观设计 可以说和现代鼠标有着天壤之别 当然价格也是 但没过多久 图形操作系统就迅猛发展起来 光机鼠标的价位也被达到了99美元 这时鼠标才在正式走进家用市场 光机鼠标的最大特点 是用圆球以及两个压力滚轴 取代了此前的两个轮子 并且为了进一步提高鼠标的精度问题 光机鼠标直接抛弃了 第一代用电阻变化测试位移信号的方法 引入了光学技术 之前的变阻器被光栅信号传感器取代 圆盘中的光栅连接在轴墨 光栅两边分别是发光二节管和传感器 在桌面移动鼠标时 内部的滚球转动 带动其旁边的压力滚轴时 轴墨的光栅也转动起来 此时传感器便会透过光栅孔隙 接收到一定频率的光信号 鼠标的移动方向和速度 则可以从两个光传感器 接收到的信号计算出来 比如我们要把桌面中间的这个握的文档 拖到右下角的文件夹里 我们在向右下拖动鼠标的时候 底部的圆球会带动互相垂直的两个压力滚轴 分别往上和往左转动 末端连接的两个光栅 我们称之为XY光栅 也顺带向上向左转动 光栅转动对应的XY传感器 就会接收到相应的光脉冲 鼠标移动的快 传感器接收到的脉冲频率也就越高 鼠标移动的慢 接收到的脉冲频率也就越低 在被新一代光电鼠标取代前 这种设计的光机鼠标几乎霸占了20年的市场 很多90后的同学应该都在危机室里用过这种鼠标吧 有时候大家还会把里面的小球抠出来玩 不过这种鼠标的操作感受嘛 就很一般 有时候小球一脏 鼠标就很容易失灵 并且受限于压力滚轴的活动限度 即使小球在转动到一定程度之后 鼠标也会失灵 换句话说 这种光机鼠标是有范围限制的 不过在2000年之后开始流行的光电鼠标 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其实在1980年第一只纯光电鼠标就已经出现了 外观上 这只鼠标和我们现在用的鼠标大差不差 但它的底部有两个感应灯 还要搭配着一个特殊的鼠标垫才能使用 这种鼠标垫并不是我们现在用的那种 而是一种带有特定细微格纹的鼠标垫 原理上 这个光电鼠标的定位方式和光机鼠标的底层逻辑也差不多 都是靠光气信号传递位置信息 光电鼠标底部的两个灯 分别是可见的红色LED和不可见的红外LED 这两个灯对应鼠标垫上的横竖格纹 分别只能反射红外光或者红色LED灯 反射回来的光线会通过透镜 再经过上部的镜子反射被感光芯片接收 这个鼠标垫就相当于光机鼠标里的两个圆形光扇 不过当时这款鼠标也像此前出现的鼠标一样 未能在市场上推广开来 一方面是研发这款鼠标的Mouse System公司 给它的初始定价是295刀 身价非常高贵 跟同期的光机鼠标技术上没有很大突破 使用的体验也没有很大提升 同时还需要配备高精度的鼠标垫 而且这张鼠标垫还非常容易磨损 动不动就得买新的 所以光电鼠标在和光机鼠标的第一次竞争中 败下阵了 虽说最早的光电鼠标并没有取得市场的青睐 但它的超高精度以及抛弃掉机械化结构的特性 还是让不少人趋之若鹜 投入到对光电鼠标的研究中 终于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 1996年 安全能公司发布了Intelli光电引擎 新一代光电鼠标问世了 同样是光电鼠标 但对比上一代 这时候的光电鼠标 可以说是纯纯的实力碾压了 我们先来看这代鼠标的内部结构 一个LED灯 一个传感芯片 和一个微处理器 LED灯 透进组件 光学传感器 及芯片组成的组件 又被统称为图像采集系统 这个图像采集系统 就相当于一个微型相机 还是每秒能拍数千张 甚至上万张的那种 不过不能存储照片 而且最多只能有两张图像同时存在 诶 那为什么是两张呢 大家可能猜到了 电脑判别鼠标的移动方位及速度 就是通过对比鼠标 拍摄到两张照片的位移差 发光二节管会透过透镜组件 照亮鼠标底部的部分空间 然后光线会从表面反射 再穿过透镜组件 最终抵达光学传感器 需要注意的是 在经过透镜反射的光线 通常会以大约30度的角度 射向鼠标垫 光线传感器接收到的图像 只是纵深的明暗对比 并不会显示颜色和图案 地势高的地方 也就是鼠标垫纹路凸起处 会反射更多的光线 呈现出来的画面也就更明亮 相反 测更暗 这也是为什么你的鼠标 只能在鼠标垫 或者一些粗糙的平面上 才能流畅使用 因为这样的传感器 才能区分不同区域纹路的变化 而在更平滑的玻璃 或者透明质地的物体表面上 鼠标就不好使了 因为只能接收桌面纹路明暗 所以这块光学传感器的 分辨率不是很高 最终传感器能看到的画面 就是视频开头呈现的那张照片 在传感器先后拍摄了两张照片后 会将其上传到 微信处理器中的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中进行进一步处理 在处理的过程中 使用了一种叫互相关的算法 通俗来讲 就是将第一张照片 与第二张照片叠加 两者相减 会得到一张表示 两者之间差别的新照片 然后把第二张照片的位置 向第一张照片的位置移动 让两张照片完全重叠 其中第二张照片的偏移数据 就是鼠标具体移动的方向与距离 偏移数据可以用 XY轴上的像素点来表示 这里先将它计为XY1 当然处理器在得到一个偏移数据后 并不会立刻上传的电脑 而是计算之后的数据 因为不论是USB收发器 还是蓝牙传输 都经不住这么频繁的信息传输 第三张照片与第二张照片 进行比对 会得到第二个数据 X2Y2 以此类推下去 并会得到N个XY作标数据 然后将N个数据求和 得到的一个XSum YSum 在统一通过USB或者蓝牙 传输到电脑中 至于这个N到底是几 就要取决于鼠标自身的回报率 以及图片采集系统 每秒采集照片的数量 目前主流的鼠标回报率 一般能够到1000赫兹 换句话讲 就是延迟可以控制在1毫秒 假设鼠标的帧率为1万 也就是图片采集系统 每秒采集1万张照片 那N就是1万除1000等于10 当然除了回报率之外 鼠标还有一个重要参数 DPI 特别是对于FPS游戏爱好者 会有一个专属DPI 普通鼠标的DPI 一般控制在400到600 而游戏鼠标则是1000DPI打底 DPI全程是Dots per inch 也就是每英寸点数 比如1000DPI 就表示鼠标在桌面上移动1英寸 也就是25.4毫米时 光标会在桌面上移动1000个单位 而DPI的大小 同样与鼠标内部的小摄像机有关 假设小摄像机里的光学传感器 是40乘以40像素 而这个传感器尺寸是2毫米乘以2毫米 这就意味着单个像素的尺寸 是0.05毫米乘以0.05毫米 鼠标在桌面上移动1英寸 就相当于移动了490个这样的像素块 而490就代表这个鼠标的DPI 所以说DPI就是鼠标内部小摄像机的分辨率 分辨率越高 传感器捕捉到的图像就越清晰 对应的鼠标的灵敏度也就越高 目前市场上除了光电鼠标外 前些年还陆陆续续出现了激光鼠标 蓝音鼠标 严格意义上来讲 这些鼠标也属于光电鼠标的范畴 判断定位的底层原理 也都还是光电鼠标那套 对比图像确定位移 但是在传感器成像的过程中会有细微差别 激光鼠标会把原来光电鼠标里照射桌面的LED灯 换成了几乎单一波长的激光 而换成激光 鼠标就能在各种桌面上用 甚至是光滑的玻璃平面也行 从成像的角度来看 鼠标内部的激光向桌面照射会发生干涉现象 经由桌面反射后 传感器会接受到干涉形成的光斑点 对比普通光电鼠标用物体表面的明暗成像 激光鼠标显然会更精确一点 但它的问题同样出现在过于精确 有时候会收集到一些无用信息 当你慢速移动鼠标的时候 屏幕上的光标可能就会抖动 而蓝影鼠标算是目前鼠标市场上最现金的了 它用的是微软推出的Bluetrek蓝影技术 对比普通鼠标有两点优势 首先它用的光是可见的蓝色LED 相较于红色LED它的波长更短了 在反射时呈现的细节会更多 其次蓝影鼠标在光线照射到桌面之前 会经过一个校准镜片汇聚 更多的光线照射到物体表面 气节自然也就更多 但是蓝影鼠标耗电量感人 差不多一个月就能吃掉一件蓝服 这也算是它为数不多的缺点吧 鼠标的概念从60年代出现以来 就在一直适应人们日常的需求不断迭代 从一开始的变阻器定位到之后的光传感器 再进化成拍照定位 很难想象这么一个9块9包围的鼠标里 竟然集成了感光芯片 微处理器 无存储相机等等技术 而且在图形化操作界面 动一动鼠标就能轻松完成你想要的操作 比方说长按一键三连 好了这里是哈宾军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好的话 欢迎你一键三连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你在评论区和我互动 最后拜访我们的关注一下我们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工作好产品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by bwd6